其實很少 第一個它只告訴你它是有像假 那這個有假等沒假 那它只給這個條件而已 只告訴你兩倍的3C等於 減到CosC等於1 直接問CosC是多少 好 這種題目怎麼辦 你要記一下 因為這種題目它給你條件太少 少到幾乎根本就 沒有東西可以錯對不對 好那你要記一下 你遇到這種類型的題目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把兩個位置數變成一個 在這裡面位置數兩個 哪兩個你知道嗎 就是分別是CosC 所以你把兩個變成一個 好那怎麼變呢 做法是這樣子 記一下喔 我把這裡的那個 減CosC把他移過來 所以變成兩倍的CosC等於多少 1加CosC OK 然後兩邊幹嘛 兩邊同時就平方 所以變成是4倍的Sin平方C 會等於這個平方多少 等於這個平方 會等於1加上2倍CosC 加上Cos平方C 看懂嗎 好 我想這邊來說 你會發現到題目變得更困難 本來只有三個東西 而且變成有1 2 3 4 4 4 而且還有平方 你感覺很討厭對不對 好 第一件事情呢 而且它看起來似乎沒有解決我們的問題 把兩個位置變成一個 可是你看這邊 因為有Sin平方的關係 我們剛才不會有公式公式的嗎 請問你Cos平方加Sin平方等於多少 不是等於1嗎 所以換句話說 請問你Sin平方可以換成誰 可以換成1減掉Cos平方吧 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裡的Sin平方就改成誰 改成了1減掉Cos平方 然後其他的造草 變成1加上2倍的CosC 加上Cos平方C 好 然後當你喜歡這一行的時候 喜歡藍色這一行的時候 你發現到說 位置數變成幾個 位置數 就變成只有一個而已 對不對 好 然後把重新做進去就可以了 好 所以把開始做什麼動作 做那個化解的動作 所以把4乘進去 所以變成4減掉4倍的Cos平方C 會等於1加上2倍的CosC 加上Cos平方C 好 把這個4乘進去 Cos平方C 通通移過來 所以變成0 等於5倍的Cos平方C 加2倍的Cos 減3 這樣子 OK 好 那機械怎麼辦 再用什麼方法算 十字交往算算 就算出來 所以就15 13 正負 所以變成是Cos加1 乘上5倍的Cos-C 減3等於1 所以你的Cos有兩個答案 分別是-1跟-5分之3 好 有沒有不合的 應該沒有嘛對不對 兩個都可以嘛 你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算出來這個地方有沒有 Cos如果比-1還要小 比如說寫-2 那答案就不合 為什麼 因為我們Cos是有範圍的 Cos必須要介於1到-1之間 這個你把它補充上去 因為這一題裡面 我們好像還沒想到這個範圍 你要記一下 Cos的那個範圍 一定是介於-1到-1之間 那個後面單元會講到啦 但是你現在先記下來 Cos要建於1到-1之間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也是 那個Sine Sine系統也一定建於-1到-1之間 所以如果你在計算過程當中 你發現到說 你的Cos或Sine 比1大 或者是比-1小 那答案都是要把它刪掉的 這樣會嗎 可以啦 好吧記住